刘诗文没有在重蹈覆辙,面对国拼黑马欣欣和卓家,他在7月28日的澳大利亚公开赛以4比2级外对手,闯进决赛,在经历日本公开赛和韩国公开赛,只不半决赛之后,刘诗文终于卖决赛。 刘诗文在此前的四分之一决赛以4比0横扫了韩国球员梁夏颖,而何卓家在四分之一决赛,被中国女兵立下大功,以4比2祭拜的日本天才少女伊藤美成。 这是刘诗文在今年公开赛上第二次和何卓家交锋,香港公开赛上,刘诗文曾以3比4输给何卓家,没能进半决赛。 刘诗文在首局没有迅速进入状态,以7比11落败。 但是从第二局开始,早总变得凶狠起来,积极进行抢攻,以11比5和11比6连赛两局。 第四局比赛,何卓家闻打稳扎,开局打了刘诗文6比1。 刘诗文掀起了反击连得2分,何卓家非常聪明地叫了暂停调整自己。 最终他再次发起进攻浪潮,以11比5获得胜利。 第五局比赛,刘诗文没有受到比分被追平影响,开局就凶狠搏杀,连续了手,16比2领先开局。 何卓家虽然接下来也加强了进攻,但是失误分多,刘诗文以11比5拿下第五局。 第六局比赛,刘诗文气势仍然很足,打出7比2的开局,形势非常有力,何卓家这个时候被水一战,掀起反击,将比分追成为7比8。 刘诗文没有慌乱,在再停过后又是霸气十足的连得3分,从而以11比7拿下第六局,总比分4比2击败。 对于这场比赛,刘诗文的准备比较充分,毕竟他在香港公开赛输给了对手,此下刘诗文做好了各种应对措施,打得比较困难。 但是赢下来了,刘诗文在后接受采访时这样表示,从奥大利亚公开赛的比赛来看,刘诗文的状态终于回来了。 今年的刘诗文状态有较大的波动,他在3月份的卡扎尔公开赛,获得了女单冠军。 不过在5月的视频赛团体赛的决赛中,刘诗文第一场被伊藤美成迷转,出现了瑕疵。 索性在第4场他将攻不过,3比0击败平衍美宇,帮助中国队夺冠。 刘诗文后来争战了泰国挑战赛获得冠军。 但是在想到公开赛,日本公开赛和韩国公开赛,刘诗文都没有杀进决赛。 东京奥运周期,中国女拼的竞争非常激烈。 刘诗文面临着朱宇令、陈梦和王曼玉的冲击,他需要重新崛起。 奥大利亚公开赛成为了早总崛起的一个机会,他终于杀进了决赛。 他在决赛的对手将是丁宁。丁宁在办决赛以4比0击败日本名将11-8、11-7、11-7、11-8。 中国女拼两大奥运冠军会是决赛。 对于刘诗文来说,决赛又是一场硬仗。 他能否突破瓶颈呢? 对于刘诗文来说,决赛又是一场硬价。